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就是我为你而来 带你去我们的未来 对这世界期盼 对这世界呐喊 我会永远一万五千 冲向你的爱 对这世界比赛 对这世界相爱 我会永远一万五千 冲向你的爱 是 如果我看你 翠英的那帮孩子 跟你在一起之后 你的生命被他们重新点燃了 知道吧 所以呢 所以 所以你就更像小强了 小强什么样 小强 这样的 小强不是这样 那小强什么样的 小强是这样 是不是 那打不死的小强 你知道什么样吗 什么样 打不死的小强是这样 打不死的小强不是这样 打不死的小强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个木齐啊 真不是我说的 喝酒 故意输球 连我都不如呢 怎么可能让他当教练呢 是吧 什么教练啊 我看就是社会的隐患 还跟咱们要乎扬威的 凭什么呀 他凭什么 他以为他自己什么好东西吗 这次啊 他算是真晚了 他算是真晚了 既然 他的真面目已经被揭穿了 那下一步就是扩大影响力 让学生和家长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大概怎么做呀 这件事 陆老师应该不陌生吧 是吧 跟上次一样 给家长们发邮件啊 曝光这件事 是吧 女人哪 终归是女人 成不了大事 这件事啊 是钟晏工作中的一大失误啊 木齐 现在应该叫你谢宇才对啊 叫什么都一样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男人啊 你出了事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干吗连累钟晏 你 你不是那个家长吗 什么家长 我不跟你说了吗 前两天有个家长 要给孩子报名 非要看你的教练证 就是他 陆老师 陆老师 真是煞费苦心了啊 陆老师 陆杰是吧 你就是传说中的陆杰呀 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 你有什么事 能不能真刀真枪地 鸣着来呀 你为啥费背后使劲呢 我 我哪里有错啊 他这种人在学校 就会祸害学生 他这种人会祸害学生 那你这种人 还会祸害社会呢 我告诉你姓陆子 你再偷偷摸摸的 我打你你信不信 你干吗 你还想打人呢 仗着人多是吧 我报警 你报啊 姓陆子 你不是让我再看见你 我看见你一次 我打你一次 流氓你们两个 你说谁流氓啊 你说 你说谁流氓 你说谁流氓啊 你把鞋换我 流氓 你 站住 你往哪儿跑 我的鞋 我的鞋 流氓 我的鞋 穆齐就是谢宇 那个求心谢宇 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看了报道以后 也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谢宇 穆齐根本是两个人嘛 虽然穆齐平时 自大脾气臭嘴巴毒 但是他不像是那种 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呢 男人都会伪装的 你跟他认识时间又不长 加上他故意隐瞒 肯定无法察觉 我之前对他的过去也挺好奇的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也不用惋惜这种人 受到惩罚也是应该的 我明白 我只是不愿意相信 带领一支毫无生气的球队 打到惊天沉寂的人 居然会是这样 看样子他留任比较难呢 你们球队肯定会发生 很多的变化 不如你也是借此机会辞职吧 不要再当什么领队了 当然不行了 越是这种时候 我越是不能走 校队现在除了木齐 还有一帮学生呢 我要好好照顾好他们 这种道德败坏的人 就应该尽早开除 把他留在学校里面 就是一种隐患 万一事情出来了 你说 对学校造成多大的影响啊 虽然事情恶劣 但那是成年往事 木齐任职以来 从来没有出过错 如果因为以前的事情 开除他 我很难服众 把他留在学校里 才是难以服众哪 你说万一事情出了 家长都到学校里面闹 怎么收场 毕竟现在没有直接 劝退木齐的原因 我们只能观望 终颜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先出去了 董院长 董院长 喂 你执教资格的事情 已经处理好了 怎么没见你来学校啊 没有安排训练 所以我就没过来 那下午会来学校训练吗 当然要来了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好 下午见 拜拜 你来了 球队是解散了吗 训练时间到了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你是谢雨 可是比赛不会等人的 如果训练中断了 我怎么保证下场比赛可以打赢 你是领队 你有责任把队员给我叫回来 明天训练谁不到 我算他自动离队 我算他自动离队 木帅说了 明天的训练一个都不能少 否则立刻结三球队 解三球队 对 他做错了事还要威胁我们 就是啊 凭什么解三球队啊 再怎么说也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啊 对啊 对啊 给予解释 不解释 咱们就这么继续训练的话 自己心里头堵的话 对对对 是吧 不给予解释 对对对 大家先不要激动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是拒绝训练 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你不理解 我们那么尊敬的教练 居然是这样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醉酒踢球的人 没有体育精神的人 我没有问你谢宇是什么人 我问你木帅是什么人 带着球队闯荡联赛的人 发现每个队员潜质的人 让所有人真心爱上足球的人 是木帅不是谢宇 我不认识什么谢宇 也不在乎他 我只知道木帅 他俩不是一个人吗 我所认识的木帅 是个有担当的人 我之所以很快能从之前的 照片事件中的阴影走出来 多亏了木帅的帮助 现在的这个木帅和曾经的谢宇 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即使木帅曾经做过那样的事情 但是丝毫不能影响他现在的优秀 也不能影响他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我认为我们应该再给木帅一次机会 我同意谢宇的话 对 应该给木帅一次机会 天明昊 你学我 我也同意 我觉得你说得不对 所以有人就不应该 大家冷静一下 我们想一想 如果木帅没有拿出教练资格证的话 我们就不会知道他的过去 但是现在 他为了保住球队的参赛资格 拿出了资格证 我们就不应该这么对他 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们 我想这一次 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放弃他 我觉得前面好说得对 咱们应该给木帅一次机会 我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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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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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客 明天的训练都不许失蹈 队长 队长 女神明天训练别迟到啊 叫我老师 我就是谢雨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 可以自己去网上查 大部分说的都是真的 我想我没有必要跟你们道歉 因为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刻意去隐瞒什么 在未来的日子里 对 我们就保持简单的教练 和队员的关系 我的任务就是带领你们赢得比赛 当然 如果你们心里不接受 我也可以理解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如果大家想继续打好比赛 那我们就要按照木帅说的去做 火爆 好 好 太阳走在天上 我们走在路上 走在各自走的方向 去不到的远方 待不住的地方 相遇在未知的路上 你要去哪 你知道吗 为此不计代价 带着所有 还是放下 去寻找答案吧 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 是人看不见终点和希望 有太多火焰 闻觉我的理想 我依然燃烧 我仍在信仰 说是 没要的啤酒啊 谢谢老师 慢慢喝 回来啦 爸 知道谢宇吗 谢宇 踢足球的那个吧 当然 原本他可是一带天骄 风云人物 本来是前途无量 可是后来不走正道 就是因为这些毒瘤 才无法提高整体素质 一身才华不好好踢球 只贪图个人利益 简直是抱天天物 你怎么问起他来了 自从他醉酒踢球以后 他已经销声匿迹很多年了 我 闲得没事看了一下 近十年的足球名将 看到他了 所以问解一下 他这种人也配叫足坛名将 现在的记者 一点职业道道都没有 不论事实不讲依据 呼气乱气 老板 下开 你们几个认真点行不行 船接球不错啊 裴老师 没看出来你还挺专业的嘛 我是足球队领队好不好 老木没在这儿 我是来找你的 我想问你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及住的事是真的吗 你觉得呢 我不想相信 可是网上所有查的资料 都说这事是真的 那时候 你和木齐认识吗 何止是认识 我进专业队的时候 才十几岁 那个时候老木在一队 我在二队 在专业上 老木没少帮我 要是没有老木 我也不能那么设立地进一队 不止这些 那个时候 我家里条件不好 老木在生活上也没少帮我 说实话 我那个时候就把他当大哥 那后来是他变了吗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谁都有不得已的时候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当年老木 从一个足球巨星 变成一个废人 一度沦落 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说清楚的 那你为什么又不踢球了呀 当年老木的事我也有责任 是我得罪了人 他就是为了我 比赛当天被人灌了三斤白酒 事后他一个人把事情 都扛了下来 所以就被球队开除了 后来我也被查出来了 你们都是因这件事 所以才做不成职业球员的吗 这件事之后我也很后悔 我阻止过他 他没听 老木为了我 一直撑着这个培训中心 还有娜娜 娜娜 娜娜是谁啊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 老木的事情不让别人知道 总之 醉酒故意输求的事我不否认 但是这里面是另有原因的 小黑 其实一切都很简单 你跟我我们都知道老木 是什么样的人 这就够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那事你问的怎么样啊 小黑说木齐这么做是有隐情的 不过醉酒踢球啊 他不否认 隐情 什么隐情啊 他不肯说 难不成 是他们俩相互包庇 共同犯案 再或者 就是大叔为了小黑 背了黑锅 我觉得也是 所以无论木齐的经济状况 有多困难 都要维持这个足球学校的运转 这样呢既是给小黑一份稳定的工作 又可以继续延续小黑的足球梦 看 这不是雨飞吗 对了 你之前不是说 雨飞是木大叔的前女友吗 对了 这就是突破口 有 茶青史 茶青史 怎么茶呀 八卦呀 我教你 这 怎么没有 对了 你尝尝看解雨 对 她以前不是叫谢雨吗 这么多呀 怎么回事啊 被处理掉了 不过没关系 谁让现在搜索网站都有快照功能呢 新闻善了还能看 快 快什么 快什么招功能呢 你看我的 这左边那个女孩 往左边走一点 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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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好 好 右边的别老放一个动作 换一下 换一下啊 换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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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女孩 说你呢 你往哪儿看呢 镜头在这儿 你往哪儿看 说你都要测了 脸上能不能有点表情啊 老爷 人家是新人 多给点机会吧 你没有第一次啊 好 好了好了好了 继续拍吧 好 谢谢我爱你 谢谢你最棒 谢谢我爱你 谢谢你最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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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替身找得还挺像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张伟啊 那天你帮我解围 谢谢你啊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 你不要嫌弃 你不要嫌弃 送了我的 晚上有空可以一块儿吃个饭吗 当然可以啊 我这样做的 你不اه gal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去啊 我可以啊 你真的要在这儿啊 我可以啊 这走 我们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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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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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尺八零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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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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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来来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她现在不方便回答任何问题 请站出来 请站出来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英雄救美 求医传行 最后呢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个雨飞嘛 明摆了就借大叔上位 靠跟大叔谈恋爱提高扑框率 等红了之后呢 就踹飞了处于帝国大叔 简直就女版程师妹 我觉得不是 上次我见了雨飞 看她的样子好像十分留恋木齐 不像是一个薄金寡义的人 雨飞留恋木齐 不会吧 难道是一无所有的大叔 主动离开了雨飞 这也太高大上了 换作是我 我一定会把雨飞 当作最后救命当中紧紧抓住 毕竟也是我捧红了你 你帮我一把 那也是应该的 对不对 可能真的是木齐不想脱离雨飞 主动提出的分手 她这个人自尊性特别地强 你看上次咱们那个小组 再失败了 她就自己提出了辞职 看来大叔在你眼里 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虽然这次铁针如山 但木齐绝对不是那种卑鄙小人 你呀该吃药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而且 而且什么 今天小慧呀 她还给我提到了一个娜娜 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娜娜 剧情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你就明白直接问她嘛 我才不问呢 你心里有她 对不对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去问这个干什么 对了 足球队现在怎么样啊 我听说下午去训练的人少了 没有 有我在 你放心吧 当然了 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了 只要我不能解决的事情 你一定会想办法 帮我解决的 所以说你看人准了 况且人生是要经历很多 历练和沉淀才会变得厚重 人才会越发地优秀 所以我相信你 不管以前你是什么样的人 至目前也好是解语也罢 都不重要 我只在乎我眼前的人 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了 我们都改变不了 我们只有改变未来 对吗 怎么改变 改变你的未来 我们一起 我的未来应该我自己去改变 其实我 我觉得我很幸运 真的我可以遇到你这样的领导 人又好又可以包容我 特别幸运 我在领导 我在你的眼里 只是个领导 当然不是了 你除了是我的领导 你还是我的好朋友 你看我 我特别敬重你 但是我同时也很珍惜 我们之间的友谊 不管外面怎么说我 说解语怎么怎么怎么不好 但是我一定会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 做好我的教练 把我们的球队带入八强 那些什么为学校争取荣誉的话 我就不说了 我就是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你这个好朋友 陆杰 陆杰 一个大男人 平面会有妇人之人 不行 母系必须得走 我 终叶也不能留 我最讨厌的就是 利用足球做坏事的人 喝酒 参赛 破坏了竞技公平性 违背了体育精神 但他被俱乐部开除了 已然付出了代价 而现在的母系 是个十分出色的教练 所以说我不管他原来做过什么 我相信现在的他 我一定会跟着他 其实教练是个好教练 如果没有八卦的成分 我愿意跟着他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跟着教练一起提下去 愿意 愿意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 好了好了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教练永远是我们的教练 不光要跟着他 还有赢 对 对 来 来 催营必胜 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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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得好 爸 您怎么来了 不只是我 足球队的家长们都来了 我爸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妈 你怎么也来了 君哥 你们那个教练呢 他怎么没来 对 你们教练呢 教练 教练 对啊 你们教练在哪儿呢 爸 你们这一大帮子的人来这儿干吗呀 冷静冷静啊 大家冷静 虽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训练时间了 但是我相信 他也许会来的 上 冷静冷静 冷静 冷静 你们学校是怎么想的 请这种人来当老师 太过分了 他是个球星 喝酒故意输球我们不管 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但是 你不能让这种人带我们孩子啊 对啊 对啊 带坏孩子了 让谢宇带一个中学生球队 是有点大财小用的 不过他球德不好啊 想在这里混 还得问问我们这些球迷家长 愿不愿意 对啊 不愿意 不愿意 穆帅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他是好人 穆什么帅啊 他是谢宇 就算是曾经洪积一时 但是他因为喝酒自毁前程 那是过去 现在他是我们的教练 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现在 技术是技术 求德是求德 两码事 就算他是一个不错的教练 但是他求德不好 也不行 对 对 不行 你跟我走 我不许你在这儿 你想干吗 不走 你又起来 换了教练就让你回来 行不行 对 对 不行 换教练 快换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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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不走 听我说 有什么话 咱们去会议室好好说行不行 这边请这边请 好 走 走 快换教练 走 沤齐教练是我招来的 自从他入职以来 频频带着球队打出好的成绩 为学校增加了荣誉 更重要的是啊 同学们因此热爱上了足球 锻炼了体魄 提高了球技 彼此之间也更加团结了 这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吗 不得不说的是 这和木齐教练的到来 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木齐 翠英中学的足球队 才有现在的成绩啊 钟校长 您刚才说的我们都同意 但是容易掩饰不了错误 谢雨是臭名昭著的叙酒球星啊 她破坏了足球精神 违反了联赛的制度 辜负了多少球迷对她的厚望 她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足球 现在让这样一个 酗酒不负责任的人来当教练 那球队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我们不能把孩子 交给这样一个 人品不好的人手里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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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凭手这样的人 怎么能当教练 是什么呢 校长 怎么了 校园内永静一群记者 说是冲着消失依旧的 实德求行谢雨来的 非要采访你 不是 媒体怎么会知道的呀 我也不知道啊 你先把他们安排到一个教室里 别闹得非非烟烟的 好 各位家长不好意思啊 我临时有点事要去办一下 大家稍坐 我马上回来探讨穆琪的问题 先喝点茶 校长 校长 谢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来学校任职的呢 我们听说谢雨化名为穆琪 在我们学校任职 请问校长 你知道她就是谢雨吗 我 我 我真的不知道 请问您知道 谢雨之前的所作所为吗 崔英中学身对重点中学 聘请教练却选择了谢雨 请问学校有没有相关的资格审查 这算不算是学校的失职呢 就你这个问题 我有两点做以说明 第一 穆琪 不是我们学校的正事工 只是临时的 第二 那个穆琪是谢雨这件事情 我们也是刚刚知道的 又来临时工吗 每次出事的时候都来临时工 这算不算是一种 推卸责任的嫌疑呢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学校是不会推卸 任何责任的 请问谢雨和雨飞 还有联系吗 这个我真不清楚 谢雨是我请来的 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吧 我是球队以前的主教练 为了提高球队的成绩 就向校长推荐了穆琪 没有调查清楚 也都是我的责任 来 糟了 这回来了很多真的记者 这次咱们学校真火了 他们大伙会不会过来 采访我们 毕竟他是谢雨 虽然他的事情 过去这么多年了 但是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他 而且他在媒体面前 消失了那么长时间 这次忽然出现 肯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他以前的事件 再加上他的名气 足够上头条了 那你们觉得 他还有希望混类直降吗 说不好 但我看来 穆琪这回真的是 凶多吉少 怎么都坐着呀 不训练了 裴老师 来了好多的媒体跟家长 因为穆帅的事在赌校长 不训练了 喂 穆琪 你现在在哪儿 有什么急事儿啊 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在来学校的路上呢 你要是在来的路上的话 就千万别来了 学生的家长们 正在堵着中校长 问你俩的事儿呢 你要不先躲一躲吧 躲什么呀 我马上就到 喂 你不训练去 你不训练去 你不要一时冲动 你要是现在去的话 事情只会越闹越大 他们在校长室 还是会议室 你疯了 现在所有人都在拦着记者 只要你站出来 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现在学校面临的压力很大 校长也在面对质疑 只要你不露面 等着事情过去了 你再回来就好了 你太不了解记者了 越是躲着他们 他们就越不会放过你 如果我今天不去见他们 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反正说什么你都不能去 你要是去了 学校就再也留不住你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 我能不能够留在学校 我只有正视自己的过去 才能够面对 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我把谢宇的教练资格账 拿出来了 是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去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 我陪你一起去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 都无法接受 你曾经做出来的事 但是现在你是木齐 无论如何 都不应该因为一个人 过去的错误 而责怪今天的他 所以我要陪你一起去 这件事情的起因 就是因为我们 翠英中学的足球队 接连失利 我情急之下 想找一位专业人士来辅导 所以我就找到了木齐 他有自己的培训机构 我觉得他的球技还不错 所以就把他 招到学校来做兼职 没想到他有这么复杂的过往 如果我知道他是谢宇 我绝对不会 做出这样的选择 就算是当时意识情急 及早兼职 但是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不对木齐 进行彻底的调查呢 谢宇这么出名的球员 难道你们学校 没有人认识他吗 你们学校 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谢宇的往事 不过是见他带队 评评赢球 为了利用他而获得荣誉 所以才对他的糟糕往事 和道德品行 故意地选择视而不见呢 对呀 是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了 现在的木齐 根本就看不出来 是当年的谢宇 谢宇呢 让谢宇站出来接受采访 不然我们无法相信你们 木齐他现在 不方便出来接受采访 你们学校分明 就是在保护谢宇 我就是谢宇 有什么事可以来问我 这就是谢宇 变化好大也大 谢宇 请问你这些年 都去哪里了 有一件事情 我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下 来这里执教 我一直隐瞒着自己 过去的真实身份 学校并不知情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对 为什么要来学校当教练 你有什么用心吗 可能有什么用心啊 执教一支业余的中学生球队 没有钱也没有名 还不是因为对足球 留有一份热爱和执着吗 这些年我一直在用木齐这个名字 就是为了能够给自己一个 改过自信的机会 当我来到这里 遇到了这群可爱的孩子 我好像又看到了希望 又感受到了绿莹场 带给我的那份久回的快乐 我和大家一样 也曾经觉得谢宇是一个 无可救药的球员 但是他现在变了 他不再是过去那个谢宇了 他是木齐 他是球队的教练 他爱足球 他爱他的学生们 他不再是那个随便 践踏足球精神的谢宇了 谁没有犯过错误呢 请大家给他这次机会 改过自信 你当球员的时候 飞扬跋扈 嚣张成性 无视你身边所有队员 不可一世 不负责任 只想着自己出风头 求罢作为 你现在轻飘飘地 一去道歉 改过 就认为大家可以原谅你 这简直是笑话 对啊 谢宇人 你别忘了你当初 伤了多少穷迷的心 你当初是多么出色的球员 你知道多少人期待着 你能够带进国足 冲出亚洲吗 为什么要故意输球 为什么要醉酒相场的 你可是顶尖的 职业足球运动员啊 你觉得你的行为 配做这群学生的教练吗 对 他这样的人 根本不能以足球为职业 根本不配动足球 我就奇怪 自由协会怎么会 把教练资格上 发给你这种人 对 所以谢宇就根本不配 在学校当教练 他简直就是对我们的侮辱 我的教练资格证书 是凭自己的真本 是考出来的 配不配在球场上待着 配不配当教练 不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 你说什么 谢宇 如今宇飞已经成为 当金影塔女生 请问您最近和她 还有联系吗 传说你这事和她有关系 请问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这些事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跟她分开很久了 她的近况我不清楚 那您现在的女朋友是 我现在没女朋友 你们都听听 你们觉得她这样的人 她能够带球队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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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自认为从静门到现在 我的涵养比大家好多了 如果我不配 那你们就更不配了 你说什么呢 这就是什么话 那是这样 这都可以这样说话了吗 这还太恐怖了 她怎么找了她 这都可以这样 就这样 你不能让她这么少了 这样 这最样的年代 看不懂我的帅 瞧瞧你脑袋 看看坏没坏 别想不开 哦哦哦哦哦哦 只要够精彩 用放肆的节拍 带骄傲的年代 青春的乞丐 秒杀了失败 谁在崇拜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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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洋的精彩 你的未来 没人比你更期待 没有时光可以被替代 每个属于我的节拍 用尽全力跳出来 如果失败 就把灰尘拍一拍 等待一瞬爆发的光彩 就现在 是我的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